他的行为有破坏性 一些好斗 我也看到美国的媒体采访 其他的一些航空业界的专家 也有人说这名乘客相对比较幼稚 那么乘客行为有没有失道 对 其实当然我们反过来看 你会发现 实际上这个事件当中 我们这位压力的乘客 已经年近七平 最后还是被强行脱下了飞机 是吧 实际上在这种情况下面 作为乘客的一样 你要对抗的可能是航空公司 安保 包括是机场的执法人员 实际上是像这种情况下 你如果采取这种 以肢体冲突的方式 实际上是不理智的 这种吃亏的还是乘客 其实你是可以刚才讲的 如果这种情形 哗然在美国 现在网友非常有才 开始美联行的吐槽大会 我们来看一个网友自制的宣传片 我们是一架航空公司 你做什么我们说 当我们说 然后那里不会有问题 卡比 如果我们说你飞 你飞 如果不是 卡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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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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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把你脑子 你脑子 你脑子 就干什么 你会用自己的面团 在飛機上的機器 海洋海洋 你 你 空姐